各位戰友大家好,我是戰國導遊岳翔兵長 歡迎來到岳翔的戰國淺度旅行 如果要問誰是戰國時代的帥哥 相信很多人會想到自古紅藍出西批的 真田信春跟伊達正宗吧 特別是真田信春,很多人說他不過是一個被神化的人物 他們的說法大概都是 那是因為木末時代要黑德川所以才要捧信春 但是這種說法實在是太小看真田信春了 兵長認為真田信春在這四百年間 他可以說是歷經了三段變身的傳奇人物 他原本是一個讓人出乎意料之外的謀將 後來變成高科技武器發明家 又變成了是超能戰隊總司令 到了現在,轉身到平行世界,從帥哥開局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真田信春的形象改變吧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信春這個名字的由來吧 從戰國時代流傳到現在的書信當中 他的信大部分都是簽名,都是簽信凡 所以史學界通常都用信凡來稱呼他 不過根據松代真田家,也就是真田信春的哥哥 並加成撰寫的家史,也曾經稱他為信仁、信賀 這些是因為以前手抄本在傳抄的時候發生了錯別字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我們現代的人都會稱呼他為信春呢? 如果Google下去的話,應該會有一堆農場文說那是因為南波戰記 南波戰記是信春戰死的五十多年後所寫的軍紀物 大家認為信春是這本軍紀物的獨創,不過這個說法有點問題 根據松代真田家的家成,他們整理編撰的家史記載 信春的哥哥,真田信之曾經說 信凡在九都三的時候改名為信春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大和劇真田玩的劇情裡面 讓信春離開九都三的時候改名 但是史學界並不認同,因為信春在打大阪之陣的時候 也都是庶民為信凡 今天既然是要閒聊歷史,所以我們就用最通俗的說法 用真田信春這個名字來稱呼他吧 那麼,真田信春的原型到底是什麼呢? 根據戰國時代當代的紀錄 其實他前半生的名氣不高 大部分的史料都是聚焦在他的爸爸,真田昌信,還有哥哥,真田信之 真田信春雖然受到秀吉的寵愛 但是一直沒有什麼亮眼的作為 他人生最精華的三、四十歲,被流放到九度山 一直到中年都快五十歲了才在大阪執政發光發熱 在網路上很多人會說是為了要黑德川,所以才捧真田信春 認為真田信春的戰績是灌水的,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當時的大名西川中興在信中提到 真田後藤右兵衛的攻擊可說是古今未有 京都的宮卿在日記上寫著 屢次聽到真田在天王寺一帶的戰績 這些在戰國時代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們所留下來的書信日記裡面都稱讚了真田信春 表示信春確實是有能力的 話說回來,西川中興這樣的大名 在信中稱讚只是一屆武將的信春 這簡直就像是悠遊白書裡面 魔界三屆頭的黃拳 發現世界上還有煙鬼這些不知名的強者 那樣的震撼 在十六世紀 也就是信春戰史的一百年間之內的資料 像是山下秘錄說他是日本國內少見 不可思議的名將 南波戰記說他有點像是三國演義那樣 用修辭的方式來描寫戰況 比如說南波戰記裡面提到 征田不受友軍敗退的影響 甩麒麟之勢,乘虎濤之策 持十溫之槍猛戰突進,歧視盛勇 雖然這樣的筆法比較誇張 但是也不能說是造神吧 總括來說 從大阪之戰的當代史料 一直到信春戰史之後的一百年間 他的形象就是一個發光發熱 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一個神奇的猛將 曾內信春在1615年戰史於大阪之政 在正好差不多一百年後迎來的第一段變身 他從原本的猛將形象 後來又加掛了大發明家大軍師的屬性 從歷史的時間軸來看 兵長認為這跟江戶時代的一個大事件有關 那就是赤碎讓人為主報仇 似稱忠誠杖的故事 這時候的江戶時代已經遠離戰爭 大家過著穩定的生活 突然發生了忠誠杖這樣的大事件 讓喜歡吃瓜看八卦的平民百姓大為興奮 忠誠杖的故事被改編為說、書、戲劇、人偶劇等各種民間娛樂 加上人民對德川幕府多少一點怨言 需要一點書發的管道 所以曾田信村就成了創作者們二創的好題材 在忠誠杖事件發生之後 有一本小說橫空出世改變了曾田信村的形象 那就是曾田三代記 這一套小說連載了好多年 一共出了150張 把曾田信村從一個中年才爆紅的猛將 變成了是少年時代就備受期待、才華出眾的麒麟兒 信村跟著父親昌信一起打了上田城之戰 進攻北條小田園 在官員之戰、立戰、在大阪之鎮率領各路英雄好漢 對抗德川家康 為什麼說曾田信村變成一個大發明家呢? 簡直就像是戰國時代的東尼史塔克一樣 因為在《曾田三代記》裡面記載 信村曾經發明了毒氣彈、地雷、飛龍火 這類不可思議的火器 他率領英雄好漢跟忍者施展各種奇謀神技 例如說在《曾田三代記》裡面有一個虛構的劇情 在大阪夏之鎮的最終決戰前 信村猜想德川家康一定會率軍經過一個叫做平野的地方 信村在平野的地藏堂裡面埋涉地雷想要炸死家康 果然就如信村所料 家康率軍經過這裡在地藏堂裡面歇腳休息 就在《曾田信村》要引爆地雷的那一瞬間 突然德川家康一陣腹痛 家康怕褻瀆神明就跑到外面上廁所 這時候轟的一聲地藏堂裡面的地雷引爆 就連地藏菩薩的頭都被炸飛到500公尺外的寺廟 信村在這個時候又有第二季 他施放了秘密武器飛龍火 那是一種用銅做的火器 他會一邊旋轉飛上天空一邊噴火 幸好神佛保佑 這時候旁邊有一條小河 家康跳進河裡 全身泥泥才全身而退 這種虛構的故事讓觀眾聽得很爽 但是最後又捧一下德川家康 這種既受歡迎又不會被德川的黑警逮捕 可以說徐中有時 時中待虛 精彩刺激腦洞百出 最重要的是政治正確 可以說是五大忌法缺一不可的妙招 時間進入到木末時代之後 許多大名開始著手整理家史 松代真田家的家成奉命整理了跟真田家有關的史料 他們剔除了像是真田三代記這樣的俗說 把一些可信度比較高的資料匯整起來 終於這些資料在五十年前活字化出版 也就是兵長手送的這一本真田史料集 但是講到倖村神話 比起真田史料集 反而是薩摩家的資料薩凡舊記比較有名 薩凡舊記裡面記載 島經中橫評價真田倖村為日本第一武士 有人說這是島經家為了黑德川所以捏造的話 但是不管島經家是否真的說了這句話 當代的西川中興他們對於倖村就有很高的評價 這卻是不爭的事實 時間進入到大政時代 也就是鬼滅之刃的時代 這時候有個叫做立川文庫的出版社 出版了一系列的小說 但是江戶時代的真田三代記 已經把倖村給二創完了 所以這時候出版社把重點放在倖村的部下 也就是人稱真田石勇士的超能戰隊 前幾年也曾經重拍的電影 這個是兵長買的藍光 真田石勇士裡面有參謀 有猛將 有忍者 有海賊 有猛男兄弟 各種屬性任君挑選 簡直可以說是戰國界的放浪兄弟X style都沒有問題 因為小說描寫的是真田倖村麾下的石勇士 反而倖村的形象比較模糊 為什麼說石勇士是超能戰隊呢? 因為除了17世紀創作的 真田三代記裡面的地雷、毒氣彈裡面之外 真田石勇士領先業界 使用了忍術 甚至可以說是查克拉的能力 像是《原非佐助》這本小說裡面 有原非佐助跟武優衛們比拼忍術的橋段 故事說某天原非佐助到京都去刺探消息 在南禪寺遇到了武優衛門 武優衛門說自己是伊賀擺帝三太夫的弟子 佐助則是賈賀的白雲齋的弟子 武優衛門使用了火盾術 噴出一道火焰之後消失無蹤 佐助則揮動手中的鐵扇 突然之間天空降起大雨 四周變成一片汪洋 破了武優衛門的火盾術 從利川文庫的貞田石勇士為開端 像賈賀伊賀忍者的對決成為定番 影響了後來的忍者哈特利 賈賀人發帖 還有只要跟忍者有關的題材 一定都會有一個叫做佐助的忍者 也就是從貞田石勇士而來 講到這邊 我們可以知道貞田新村從戰國時代的猛將形象 到了江戶時代變成智力點滿的大發明家 到了大正時代又變成超能戰隊的總司令 他的形象就這樣子被定型下來 一直到了70年代的小說《貞田太平記》 這本小說承接了歷代以來貞田新村的多種形象 它兼具了歷史小說、劍客小說、忍者小說各種類型 特別是在80年代的時候 由草藝正雄飾演貞田新村 雖然說這個形象是集信村的形象於大臣 但是信村的形象也就停滯在這裡不動了 看看《信長之野望》裡面的頭像 貞田新村在前幾代作品 都是像天翔記那個樣子 都是一個中年智將的模樣 但是,但是,在2004年左右有了全新的變化 2004年的戰國無雙 2005年的戰國巴薩拉橫空出世 就像是帶著封頂的能力重新轉身到異世界 以帥哥的身份重新開局 曾經看到有人酸貞田新村 說我還你原型,新村根本不是什麼帥哥 他只是一個快50歲的歐吉桑 但是這樣子的說法未免太小看這400年來 曾田新村形象演變史,背後所隱含的意義了 曾田新村在歷史上 雖然實際登場的戰役並不多 但是他在緊要關頭,不接受籠絡 不因貧窮潦倒失的志氣 不因敵眾我寡而灰心喪志 這種平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 受到了人們的喜愛 也正因為他有這樣的人格特質 才能成為承載庶民期盼的英雄人物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被造神,不是嗎? 對於想要研究曾田家歷史的戰友來說 冰廠想要內舉不必輕的推薦自己翻譯的這本書 《曾田三代》 這本書的原著是大和劇《曾田玩》裡面的歷史考劇 《平山優老師》所寫的書 裡面有很多跟武田、曾田相關的歷史 雖然兵長的翻譯功力稱不上一流 但是這本書真的是也用盡了我很多的心力 努力翻譯的成果 興趣的戰友也請參考看看喔